聽說老師們專門一堂課裡面 就是拿我的影片教育你們 留言幾乎90%的都是在表揚他們 壓力變很大 因為我們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也沒有什麼家教 其實都是放三季 還記得那兩位小朋友吧 我這次來到台北也打算去見他們 他的父親聯繫我說 他的妹妹和他的妹夫來台北了 正好今天晚上有聚餐 想要把我也邀請過去 所以我現在去吃 很多人留言說 他們是如何教育了孩子 打算去問個清楚 我覺得綠色的捷運特別的乾淨 很好 這裡感覺跟一般的捷運站又不一樣 安安靜靜的又乾乾淨淨 這裡走出來也很新 我感覺我發現了我的歸屬地 這裡超好 這個小巨蛋 這裡好棒 是我最喜歡的類型的城市風貌 好好好 好小巨蛋 你好 你好 那個 這是我妹妹 然後她的朋友 你好 你好 很多觀眾的好奇 都怎麼教養嗎 可是我已經講不出來 你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我講不出來 沒有什麼理念 那你們說一下你們為什麼這麼聽話 對 可能是因為害羞的關係 平時不是那樣子嗎 對 後來老師有沒有說你們 沒有說你們 表揚你們了嗎 聽說老師們專門一堂課裡面 就是拿我的影片教育你們 他是怎麼教育的 是說不能這樣還是怎麼樣 就是有人說要帥 就是很棒 還有說有的時候 你也不能像跟陌生的事情 那這次影片出來之後 有沒有什麼變化 有 有什麼變化 就是旁邊都會跟著很多人在問我們是不是那個上電視的小朋友 你們有上電視啊 沒有 真的啊 生日新聞 有不好的影響嗎 就是影片之後 只有好的影響 那我放心了 可以放心了 我那天很擔心 然後就回家打算馬上打馬賽克 因為我那時候在外面 回到家就看到媽媽的留言 我就 然後看到爸爸的留言 其實我們也很擔心你會嚇到 我們也沒想到事情會往那邊去 他們的爺爺奶奶也很開心 他們都很開心啊 大家都看了 所以真的不曉得事情 風向會往那邊去 但是這我們也控制不了 我們就 只能維持自己的心情 然後 對 他不想看的就不用管 他 人活的就是這樣 我們很訝異是 他們老家在衛峰 在中午 台灣中午 然後他二哥打電話 我們都沒有講 然後二哥打電話 就說 欸 這這兩個是不是你們那兩個小孩 欸 對對對 那個晚上真的很驚喜啊 開心的 都 都是開心的回憶 對不對 留言 幾乎百分之九十的都是在調揚他們 哦 是啊 很慚愧啊 很慚愧對不對 嘿嘿嘿 然後都很 羨慕你們 就是很不好意思 壓力變很大 因為我們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嘿嘿嘿嘿 也沒有什麼家教 其實都是放山雞 然後放山雞 就是那個雞 不特別養 就是都放在山上 嘿嘿 希望他們可以平安健康啊 嗯 我覺得台灣菜都好好吃啊 很健康的感覺 就不會油膩 然後台灣都會用這種公勺是嗎 白色的 每個菜都會 對 分得很清楚 那如果等一下他帶你們出去吃東西 你們最想吃的時候 還是冷嗎 再不敢講 沒關係 來多多告訴我 想吃什麼 啊知道了 朋友們有沒有一直說你 哎你上電視了 怎麼怎麼樣 他們怎麼說 老實放我開的時候他們一直笑 那有沒有覺得丟臉 有點害羞是吧 有沒有更多女生跑去跟你們講 罵 哈哈哈哈 沒有嗎 我帶他們去一下便利店 小心車哦 到我的左邊 想吃什麼都給你們買 影片發布之後 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吃到冰淇淋 那個好吃嗎 好吃 聽說你爸爸媽媽沒有給你買過那個冰淇淋 那為什麼你選了那個 因為看起來好像很酷 我以為那個是你們特別愛吃的 全台灣小朋友都吃的冰淇淋 都可以 想要什麼都可以 其實爸爸媽媽不給你買的 都可以 哪個哪個 這個 這個 好 還有呢 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就夠了嗎 等一下 不是 還有嗎 就這一個嗎 我們 這麼難得再見一次 就一個就夠了 再來一個吧 因為我們下次見面可能要比較久 我把下次的先給你請 再跳一個 後面就可以說 這個是泰宗哥哥給我們買的哦 我們要買一種 就不會壞掉的 可以拿去跟童子炫耀 我給你拍 這個是韓國泰宗 泰宗哥哥給這兩位小朋友買的哦 拿回去給班底的朋友炫耀 哦 現在有折扣 哇 有折啊 OK 開心嗎 開心 打算這個帶過去跟朋友一起吃嗎 我們學家不能帶 對 韓國 那怎麼辦 我就跟他們說就好 好 原來泰宗哥爸小小的主動也能給他帶來快樂 來 你們先走 我在後面幫你們看 換我在後面看他們 這個有吃過嗎 沒有 小小的味道好吃 他們為了省著吃所以甜是嗎 小小的冰淇淋就能給他們帶來一線的幸福 還想著要給媽媽一起分享 哎呀 孝水 從未沒給他們買過冰淇淋嗎 很少 曲子歌手嗎 曲子歌手 他們都不捨得咬 這個給我的話我大概30秒差不多沒有了 那下次就是等我下次回來哦 期待我快點回來嗎 好 希望我什麼時候回來 下個月 下個月 一個月一個 我以為他們經常吃冰淇淋 結果他們是只有見到我的時候 第一次吃那個冰淇淋 今天吃得非常好 也非常感謝他們邀請我們成為了朋友 所以相傳影片沒有問題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我以為你ikan邀請你 注意 debate